我们有个选择,我们不会再移动。 我个人觉得我离拿offer最近的一次,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分享一下。 现在距离我被公司裁员已经两个多月了,陆陆续续也有见到有些朋友开始说,啊,我有找到工作了,之后有更多的公司裁员吗? 我不断告诉自己说,现在是未来六个月最容易找工作的时候,但事实就是,即便我非常非常努力,我这次还是和一个,我讲老实话,我觉得我一定会拿到some sort of offer的,offer,失之交比。 为什么我觉得很遗憾呢? 因为这家公司真的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,精力,以及人情,可能最重要的是人情,待会我讲讲看为什么。 先从我的个人背景开始说起,我所在的行业大概就是那么三家比较头部的公司,我在其中的两家已经工作过。 所以当我面试这第三家的时候,我不敢说胜券在握,但是大家都觉得是同一行业的,有一定的友好度吧,我觉得,啊,我觉得所有在interview panel的人都有那种心照不宣的感觉。 就好像你在Facebook,Snapchat,然后现在你要去面Pinterest,那种感觉是差不多,就是你们的说话啊什么的,都是同一套路。 更重要的是,这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一个比较钻的这一个小的分类,我刚好又在其中一家公司做过,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属于那种background,非常fit的那一类candidate。 然后面试表现的话,我算是有一个间谍在这个公司,有几个间谍,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行业嘛,我就是很正常认识很多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的人,他们就给我说我的feedback非常的strong。 但是打听到的是,我有一轮的feedback不是很好,我当时是抱着侥幸心态嘛,因为那一轮算是我这个level以及我这个职业中比较不重要的,就好像如果里面MLE,然后你的coding稍微弱一点,如果一定要挑一轮来原谅的话,这算是一个比较容易被人原谅的那一轮。 所以,我真的是抱着侥幸心理,考虑到其他轮的feedback很strong的话,可能会拿到offer。 我面完了phone和onsite之后,还有presentation,我记得当时那个presentation真的是准备了我很久很久很久,尤其是它又不像take home嘛,你都已经面完onsite,你就更加想把presentation好好好好的准备。 对,反正就是真的花了我很多时间,我相信准备过take home或者准备过presentation的人都懂,这说起来公司都会说,I don't want you to spend a whole lot of time on this,但是现实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不要说hours,可能是days on这样一个presentation。 我present过的那一天之后,我真的觉得,啊,这件事应该就这么尘埃落定了,结果完全不是这样。 当天就收到了recruiter的回复说,他们希望check我的references。 当时我还是挺惊讶的,因为首先不是很多公司会checkreferences,然后尤其是这种没有拿到offer又要checkreference, 在我眼里看来就是一个很强的signal,就是说,我还是被这个hiring team,hiring manager认可的嘛。 说起这个references可能是让我最难受的一个点吧,就是hiring manager首先找了我在这个公司认识的两个人,分别聊,聊完了之后,又和我又要了两个人。 就我还,我还得去找我之前的老板,包括我之前合作的engineering partner,跟他们讲说我在面试。 可能我这个人脸皮薄吧,我知道大家在收到这样的request都会说好话,但是我总觉得就是,嗯,就是麻烦别人嘛,欠了别人一个人情。 嗯,虽然我知道他们都乐意帮我,但我就觉得,啊,真的好折腾啊,是吧,面phone interview,面on site,面presentation,还要四个references,真的就是so so much work。 嗯,其实在我没有得到这个答复之前,我一直是这么想的,嗯,我面的那个职位算是一个比较senior职位,是一个L6。 我当时就想,嗯,如果我的feedback不是非常非常strong,以今天的这个市场,再加上我的years of experience,也不算完全够达那个标,如果他愿意降一级给我一个offer,嗯,平时,normally,我是不愿意来的,但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还是愿意接的嘛。 嗯,但没想到的是,就是今天recruiter打电话给我,就说,嗯,虽然hiring manager很想要我,他距离力争,拿着我的四个references去hiring bar,但是hiring committee还是不愿意给我那个L6的offer,但是由于hiring manager只想要一个L6的candidate,所以等于我什么都没有拿到,嗯, 嗯,虽然recruiter说,我可以以L5的身份去这家公司,啊,他也愿意帮我内部看看有什么hiring manager会接受我,嗯,可能我比较悲观吧,我觉得,嗯,哪有什么L5的role,说实话我面了其他的职位,嗯,现在市场上确实L6的还在招,L5的非常非常少,在我这个行业,我的这个职位啊至少, 嗯,说实话,我不抱什么希望能够match上一个L5的role,嗯,我就当这是一个巨星了,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分享这个故事是为什么,我就是很想分享,我知道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找到工作啦,上案啦,或者怎么样,其实本来我也以为我自己会是这样一个,嗯,但我想像我这样, 这样的,真的,不敢说用尽全力,但真的用了很大很大力,在准备,在努力的人,现在还没有拿到offer的,应该不是少数吧,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,嗯,给我留个言,我至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个还在挣扎的,我保证这不是我没拿到offer,所以说这种马后炮的话,我真的有时候在想,我这么努力的去 去追逐,想找到一份工作,他真的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幸福感,很大的成就感吗,毕竟两个多月前,我有一份工作,也没见我都开心,是不是,嗯,就是心里好像是那种惯性吧,我没有工作,我就想找工作,我有工作的时候,我就想跳槽,嗯,现在有时候也会比较迷茫吧,因为,我知道没有大厂可以去中厂,没有中厂可以去小厂,但是,在我手里, 可以面的公司真的就是不多了,甚至可以说是,没有了,就很少,嗯,我有时候就在想,我不是说我自己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厉害,非什么样的公司不去,但是,到一定地步的时候,你就会在想,哎,我要不要继续找下去,还是说我自己做一点什么比较好,我现在,我现在其实,我好像之前没有说过,我现在其实在 在做日节,就是我每天会帮人带狗,我觉得有一点income,还是会让我比较开心的,然后,除此之外,我有想过做一些那种付费的consulting,其实是什么都行,但是我还没有怎么实施过,只是,以前我记得,linkedin上总是有人想,就是,想coffee chat,或者什么的,我知道可能没什么人愿意付钱,但是,如果愿意付钱, 我可以turn this into personal coaching,也许有人会有兴趣,第三个就是,嗯,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个,就是,非常的讽刺,我不是说going full time,但是说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干的,maybe I can go full time on social media for a couple months,right,我觉得应该也蛮好玩的,因为我其实有很多东西,我又想讲,嗯,我之前所在的行业跟钱有很多关系, 所以我也有很多,就是不管是管钱,还是投资,还是花钱方面的一些心得,就是一些自己的personal story,我很想分享,另外一个就是,可能跟钱也有点关系,就是,我之前有说到过我那个投资房,包括出租房的事情,我其实对装修也挺有经验, 而且我说的装修不是那种,就是看到的装修,而且把一个房子从0到1建起来的过程,包括跟city打交道啊,了解他们各种各样的code,嗯,嗯,嗯,我很多朋友也是做过类似的装修,所以我觉得可能还蛮好玩的,嗯, 嗯,当然最后一个就是,我其实一直在想的就是,嗯,demissifying,就是product management这个行业,我觉得最好的这个类比我想说的就是,以前大家看电影,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,就没有任何情结了,就好像找PM工作一样,大部分人只讲到,how I land a job as a product manager, 那没有特别多人说,ok,到时候工作上遇到了麻烦事,这个样,这个婚后生活,或者说做了PM的生活,这样子是对路的吗,嗯,我都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,就是PM不光彩的那一面,或者说常遇到的一些问题,甚至我有很多朋友,他们都是PM嘛,所以也可以邀请他们过来,给大家,嗯,就是,就是给大家看看我们俩聊天,嗯,就是我有很多个idea,像是这样吧,我觉得如果我做 social media,就是大不了就当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记录,哎呀,天哪,这个画家自己打开,从offer黄了,变成我下一步要干什么,一下子就说不住了,嗯,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聊天好玩的话,麻烦你给我一个赞,给我留个言,怎么样都好,至少让我知道,我不是对着镜头自言自语,嗯,也可以给我点鼓励,如果我继续做social media的话,那今天就这样啦,拜!